其实台湾新闻是有报过乌克兰冲局 就是重刑犯冲局这件事情 它其实是假新闻 中家宽平吉隆媒体试读团队到基隆商工 向学子传递分辨真假讯息的技巧 而为了进一步培育在地影像人才 用镜头记录在地 今年也特别推出在地影像赔利针见活动 讲师也邀请基隆商工同学们 踊跃来参加今年的影像针见 中家宽平办理这一次的在地影像赔利计划 是希望小朋友透过在地的生活记录 在地特有的一些画面 人文历史相关的一些记录 那我们也提供这个奖学金 来作为小朋友的鼓励 那希望他们能够踊跃的参赛 那本次我们在基隆 我们首先先到基隆商工去做一个宣导 那索性基隆商工的小朋友 其实反应也非常的热烈 那希望呢除了基隆在地的小朋友之外 也有更多的学生一起来共襄盛举 那我们参赛的影片其实分成三组 有新闻制作啊 然后短片啊 以及跟这个在地节目共有三组 那其实在新闻的部分呢 我们的规定其实只要一分钟以上 那到短片制作的话是三到五分钟 那在地节目的话就是半个小时 其实都跟我们记录在地人文是有相关的主题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 因为我们目前有学到无人机这方面的问题 那虽然大家用手机就可以去拍一下 我们日常所看到的一切 那无人机可以帮助我们去执行一些 我们比较没办法达到的地方 可以去拍摄那些地方 我觉得像是 就是有些人可能会去偷砍山上一些树木之类的 那我们无人机就可以去拍那样子的东西 或者是小动物因为没有了家 然后离开的那些场面 让大家可以更加去警惕到这件事情 像是最近的环境议题 就可以利用到我们现在正在学习的无人机 因为有些地方人没办法走到嘛 无人机搭配上手机的拍摄 可以直接飞到上面去拍摄 拍摄那些地方 在这一次的这个媒体试读跟影像培例的部分 其实对我们学校的学生来讲 应该是比较加分的 因为以往我们的作业都会是分组的一个情况下去进行 那学生回馈的部分大概是在分数上面的一个反应而已 那如果说我们可以把作业再变成一个可以对外的作品上 那甚至可以再拿到一些些补助的奖金的话 那我想这样子对整体来讲是一个很加分的 那也可以让学生更积极的在琢磨在这一块的作品上面 可不可以再呈现的更好更加分 其实在我们的课程里面 以往都会在排不同的时段时间 那会到基隆各个比较可以去踩点的一些环境 那或者是可以搭配的一些场景里面 去进行不同的体验 那如果说可以的话 也会搭配到空拍或者是影像的部分 去做统一的结合 那其实以往都还有在参赛影像比赛的部分 钟家宽平基于在地媒体责任 近年积极推广媒体试图教育 今年进一步培育在地影像制播人才 只要是中华民国国民 不限个人或团队报名 各年龄皆可参加 经评选而入选的影片都可以获得奖金 那我们的线上报名系统呢 我们会一并的公布在我们钟家新闻的粉丝团 那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订阅我们的钟家新闻粉丝团 关注我们最新的消息 在地影像违力计划赞 记者陈淑平基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